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就是我今天是选择了这个 素雅的造型 下来我们看看 就是我也是在上班的时候 穿黑色啦 然后就是上班之后呢 我要去喝喜酒 但是你又不想像Angela 那么夸张对不对 我性格不是这样子 我会比较保守一点点 所以我就选了这个衣服 OK 衣服很爱的梗子 可是只是呢 因为衣服会比较简单一点点 所以我是想从化妆方面 这个唇就红 然后眼睛就给它亮一点点 好 那现在先画一下 它的概念很好 对 我觉得挺好的 所以在口红的选择上面很重要 很重要 真的 所以我会先放那个眼影呢 我会是想放一个金色 搭配那个红色 这是什么颜色 就是金色 眉色 很淡的颜色 很淡的颜色 因为我看了Candy主有点怕 不要胖太多 你不要够够好吗 你本来是这样子的 好不好 对 其实从这里也看得到那个金的颜色 有啦 有啦 好 我有看到 那金色之后呢 我要就是搭配这个红色的唇膏 因为呢我看到很多一些电视艺人 我很喜欢他们的嘴唇 红唇 红唇 而且有时候是细细的 所以可是我是觉得 可能放太大 那我的整个两个嘴唇就好像 就很 雪盆大 对啊 太大了 所以我是想 可能呢这次我就画细一点点 所以欣慧的逻辑就是说 如果你要选择红唇 嘴唇不能画大 要画小小细细的 刻意画细啊 对 是刻意画细 所以就 就这样 不是 而且我是怕等一下可能画太多 它整个就是整个肿起来 然后这样子不好看 就感觉咬到嘴唇啊 现在看起来好奇怪 对啊 其实我反对你那个想法 因为 你看 远看呢 看起来就是有点细细的嘴唇 所以你只可以让人远看 多远心境 就是我回台湾看你 远看就算 这么远 远看就这样子还好吧 细细的 不好看啊 一般上薄唇的人 我都不会给他画红色 因为看得好像尖酸刻薄的感觉 对对对 真的 真的 所以要红就大胆的红 你看Angelina Jolie 那个唇那么厚 它也画到整个唇的红红 都很好看 对吗 所以我觉得你要画红就敢敢地画红 来 我们来示范一下 那老师请你来救救吧 对 其实你的眼妆也可以进步一些些 我觉得 而且老师有说那个红有分很多红 对 因为首先呢 你的妆就已经糊了 你的脸都出油了 对 我们就用这个有草药精华的那个 草药 对 那个什么 MIST 好 先帮你喷下去 而且有那个橘的香味 很香 很提神 对 很提神 真的很香 真的 这是干嘛用的 这是就是提神 补充水分还有那个精华 这样子有喷到吗 好像好远 好多 很舒服的 那个味道也很提神 也可以定妆 我喷到了 然后呢 脸出油呢 我们就用那个 这个粉饼呢 因为一直没有感觉到 它是很细的 你擦上去呢 感觉上其实也不像有擦很多粉的感觉 在补的时候我们要先放粉吗 对 对 放油油的 就是轻轻的压 这是粉饼 对 而且你擦粉饼的时候就尽量不要脱 不要用推的 对 就是这样用轻压的 你看那个肤色已经调好了 然后也看起来比较嫩 对 有透明感 这个粉 这个粉饼 是这次的目光 你还没用 很开心 可以